瑞士赛最大黑马诞生了 当很多人都认为 周天成会拿下瑞士公开赛的冠军式 渡边行贵却出现了 连杀了两大种子选手 李子佳和周天成夺冠 跟周天成的决胜局中 更是轰出了8比0的开局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场精彩的男单决赛 第一局开局 打得还是比较的焦爪 比分来到6比6平 继续往下看 比较好的办法 股边行贵的防守 转进攻入过的非常 对此可惜太极了出现失误 背包 也是为了诸贺 我们刚刚混双奖真帮和魏亚新的国冠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李宁的运动背包 也是免费的抽送 中奖的几率非常大 以此 跳杀追真球 周天成领先四分 进入局间休息 这边好有感觉 好球 周天成回球不到位 北渡冰韩队赢不定 跳杀直显得少 ź hell standard m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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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inm 2 2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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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一箭直打 地边韩贵一个批掉 成功拿下这一分 同时也来到赛点 第二局的开局 比分5比5平 继续往下看 这就是刚才确实的 11比8 固定韩贵永远3分 继续下单局 11比8 可能对他来说 不是特别有利 你看这个队友又被抓了 打得非常地圆滑 这边韩贵永远3分 有点真实 有点真实 追身球得分,这段时间周平成的进攻很果断,比赛到实力的实力,追平几分。 好像限断了。 周天成的连续得分,21比18,快速可以拿下第二球,接下来要从决胜局。 第三球的第一球,又来了个两次音乐就学,或是周天成下来,太精彩了。 现在周天成能不能把自己的球速稍微提一提。 周天成的防守也很强强,但还是暗度冰胜局抓住了机会。 这种球速也是慢悠悠的出来的话,现在渡边航贵一抓一个准。 这种球速也是慢悠悠的出来的话,现在渡边航贵一抓一个准。 这一球是界内球,渡边航贵11比5进入决前休息,下半局周天成要努力追分了。 这两边顶得很关键。 渡边航贵这个被动回球挺到位的。 做动作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下。 往前的扑煞 渡边航队始终保持着领先 周天成突然的连续失误 把比分又再次被拉开 19比11 这场比赛失去了悬念 一个发球出界 周天成的最后一球还是失误 渡边航队赢了 渡边航队以大比分2比1拿下了这场比赛 夺得瑞士公开赛的男单冠军 这场比赛渡边航队状态非常好 反观周天成赖以成名的防守反击 没有很好地打出来 也许是因为达安赛龙消耗太大 所以才导致状态不加输球的 球迷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